秦始皇 司马迁 孙中山 宋美宁 哥伦布 纳破仑 爱迪生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 曾卓妍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风云时迹 美国国父 乔治·华盛顿 英法七年战争 出生于1732年的乔治·华盛顿 十一岁那一年 父亲奥古斯丁 华盛顿逝世 卿长劳伦斯 曾经到英国读书 而且曾经服役 参加过英国的 西印度群岛战争 因此 乔治在劳伦斯的教导下 学会了军事知识 激发了他参军力遣的志愿 1753年 华盛顿22岁 介入了英国和法国及印第安人战争 当时法国人从北方的五大湖区 逐渐南下开拓 到达佛吉尼亚以西的领土 俄开俄谷地 沿河建立了很多宝侣 并且得到当地原住民部落的支持 试图阻止英国人从佛吉尼亚往西扩展 佛吉尼亚总督罗伯特丁威迪 派遣民兵少教乔治 华盛顿向法国指挥官 递交最后通牒书 要求法国人 立刻离开英国人声称拥有主权的 俄开俄河流域 无期待之后 大队法军来犯 华盛顿建立的堡壢被攻陷 乔治被逼投降 并签署行书后释放 他向当地的报纸透露了消息 因此成为了全其人物 法国人在美洲的不断扩展 英国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所以爆发了历史七年的英法美洲战争 古今风云人物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张维国 我是张续言 大家好 我们今次继续讲 这个俄治华盛顿的故事 上次我们讲到 在华盛顿的时代 英国逐渐开辟了美洲的殖民地 一个十三个殖民地 十三殖民地当然 在美洲来说 仍然是一个新开发的处理地 而这个俄治华盛顿的家族 由英国已经迁移到 这个弗吉尼亚州 当时的弗吉尼亚殖民地 已经是四代人了 差不多一百几十年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开狠土地 建立状元 和这个印第安人打交道等等 也都讲到在这个时候 华盛顿出生的前后 英国和法国之间 为了这个竞争殖民地的开发 就爆发了很多冲突 我迟些就会讲到 这个所谓的英法的战争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那件事就是 华盛顿就出生了 在华盛顿弗吉尼亚出生 他一直据说 他在十几岁之前 都没有正式进入学校读书 他爸爸在家里面教他 而他爸爸大概在十一岁的时候 就死了 所以民间有个故事讲 华盛顿斩鸟樱桃树 这个故事其实是真还是假的 是的 我们说有个笑话讲 就是有关美国自己 美国有关华盛顿的研究者 和他一生之力 都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是假的 这是一个宴语来的 就是我将它由英文翻译为中文 就是其实 无数华盛顿研究者都找到 其实是怎样来的 譬如是当时的神父信件的道赞 都有讲过 有各种不同的来源 但是没有确准的证据证明 是来自哪里的 不过大家都一致认为它是假的 但是有些东西都可以讲的 譬如说 其实他家里当时 仍然是叫做 不止薄有田产 都挺有不少的田产在手 莊玄柱 有奥帝 亦都他两个同父义母的庆长 都前后送到英国非常好的技术学校读书 这位华盛顿的主人工 没有送他过去 相对留在美国读书 普遍来说 我们会说 其实他没有什么正式读书 大抵就等于小学程度的学历 这样就停了 而且当时美洲殖民地的学校水准都很低 跟英国本土应该就有些距离 而且没有什么认真的课堂上 所以经常都是玩 而另一方面就是 这个所谓 华盛顿斩英图书 要讲真话 这个爸爸问到的时候 他就不能说謊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到 后世人对华盛顿的所谓诚实 愿意承担责任 这些性格就作为一种宣传而已 还有很多华盛顿相关的传说故事 说他妈妈怎样教他 甚至无疑到 无访到好像万母三千 种种的呵护 在历史上都说 其实他跟母亲的关系 也都不是真的很亲近 或者很多东西 也都没有这样的说法 大抵他都是一个健康成长的孩子 也都不是过分的外的一个状况成长 是 当时在庄园里面 有很大的空间来活动 而在1743年的时候 他爸爸就逝世了 死之后 由他大哥 这个努伦斯华盛顿 来照料这个乔治华盛顿 努伦斯这个人 被乔治带了14年 所以他曾经去英国读书 读书之后 回来加入了出民地的军队 曾经调拜到西印度群岛 参加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西印度群岛战役 西印度群岛战役 大家都知道西印度 即是加勒比海一带的一些岛 当然其中几个大的岛 一个就是最大的古巴 另外就是这个的海地 波多尼国 然后就是一些小岛 巴哈马比较近佛罗尼泰 当时都是这个西班牙的殖民地 还有这个所谓的格林 一连串的岛序 今天英国人仍然保留了一两个小的殖民地 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处女岛 维俊艾伦 这些岛都是一些我们叫做战略的要地 因为由这个欧洲横过大西洋到达这个美洲的时候 都污漏在这些岛上蠟燭 而这些岛屿都有一个好处就是 生产这个借糖 金借 就会出产这个糖 而对这个美洲人来说 北美洲事实上比较冷 是种不到金借 所以这个借糖都是由这个西印度群岛 就由运兑去贩卖的 所以当时英国人就要夺取西印度群岛 就是西班牙人手上夺取这个西印度群岛 所以就发动了西印度群岛的战争 而华盛顿的哥哥呢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曾经在西印度群岛打过仗 所以就反对在乔治华盛顿的教育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很多军事上的常识给了他 还有他朋友之间 就是他哥哥的朋友之间 很多曾经参加军队 曾经有这个战争的经验 所以在他哥哥的言谈之中 也懂得很多军事的常识 我们看现在的传记资料 华盛顿的兄长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我们说他父亲过世之后 其实他大哥作为一个家族的主要继承人 他大抵主要重点 譬如所谓的后来的佛龙山庄的相关土地 又或者是他附近的路底相关的田产 还有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大抵 都是他由哥哥所继承的 而他二哥就迁离了他去到其他地方居住 而华盛顿这位弟弟一直受着哥哥的照顾 还有受着他强烈的影响 带给他几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以从军是一个好的方向 因为他说从军军队是一个相当荣耀的状况 而且他在这一点上受他哥哥的影响很大 而第二件事就是他哥哥本来继承所有东西 理应华盛顿其实就不会在家族上有什么地位或可言 但是事情有些转变或契机 或者其实有些不幸 就是他哥哥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因为慢慢感染了废禄 我们说当时的废禄其实是不治之症 但是就很漫长或延长的治疗过程 这些其实如果大家熟悉 就都明白废禄曾经有几个磨害甚深 刚才也说过西洋群岛 而就是华盛顿的轻长 就决定去西洋群岛 这些温暖的地方就照尿养 带着华盛顿去的 而在这一次的经历 华盛顿自己也都因为去到那些地方不太适应 就感染了天花 你可以想象他两位其实当时都大病一场 不过的结果就是他轻长最后 都是因为废禄的事而逝世 而华盛顿的天花 可能因为他年轻 就是成长期 就得以治愈 他就无事 而所谓他哥哥继承的 佛龙山庄物相关的田产 因为这样的过程 他哥哥就亲手 就将他转阵了给华盛顿 华盛顿就成为一个年轻的继承者 继承了庄物 古今风云人物 乔治华盛顿 主持张伟国 曾卓言 不过这个华盛顿的兄长 对于华盛顿还有一个更大的帮助 就是他的外父 这个叫威廉 提拔华盛顿出身 因为他见到的外父 是当地的乡身 因为他见到华盛顿 已经逐渐长大了 而且都挺不幸的 就是阿哥 这时候就推荐他做土地测量员 这个土地测量员 当然美国不是现在的香港 这样就拿着测量的仪器 就在街上聊聊一下 因为美国当时开拓时期 就要深入这个叫做什么 印第安人住的地方 深入深山里面 其实不是测量这个街道那类的东西 而是测量这个山后面有什么土地 就要挖成地图作为一个战略的一种开发 于是华盛顿就在他哥哥外府的大令之下 就第一次去到这个深入内陆 在山区里面测量这个土地 就找尋一个可以开发的地域 是的 我们上几集也有说过 我们说美国最初的殖民地 其中有一些是由英皇去赐予的土地 就说由哪条河或哪条山为界的土地都归你所有 但是究竟有多大发地呢 或者说河流的源头在哪里 其实就很断定了土地有多大的 所以过程之下 华盛顿的工作就相当重要 和相当吃香 因为就靠它去釐清哪些水源是来自哪里来 又或者那座山最高点在哪些位置 去断定英皇赐予的土地究竟有多大块 而这个过程是相当之艰辛的 而且危险一点 因为两件事危险 第一件事里面有很多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不理你们这么多 这个地方是我的 那你走来就介入我的土地 就随时会射箭射死你的嘛 那当然了 所以这些測量员就不是一个人去的 是带着一队人 那带着武器也有枪的嘛 那遇到印第安人 随时有这个战斗的可能性的了 那另一件事就是法国人了 那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法国也都在英国之后 进入了这个北美洲的开墾 那法国的船 也都沿着星罗伦士河 一路开入了五大湖 在这个湖区里面就开始进入了这个湖区的南边 美国的内陆的地方 来到当时的美洲的内陆的地方 开发一些殖民地 那法国的当时的政府 就对这个法国的开墾殖民地 还有建立一些城堡 一些驻军的地方 那他就非常之支持 那是否整个这个所谓 福吉尼亚的后边 甚至其他马里兰的背后 那些土地都是有法国的一些 狠籍的军人在那里 那所以当这个的 乔治华盛顿和他哥哥外府等人 一些所谓的測量的队伍 去到这个内陆的时候 就难免遇到这个法国人的一种的拦截 那所以双方就很可能发生战斗的 是的 我们说也都有一些印第安人是亲法 有些印第安人是亲英 所以种种的过程 就空蜜万分 但是通过华盛顿的測量员的过程 我们都听到 就是说英法当时处于一个 越来越紧张的一个局面和状态 而我们都刚才说到 就是他卿奖的过世之后 其实对华盛顿来说 他也都面临着另一个方向的抉择 他一旦可以继续做測量员 但是另一个可能对于华盛顿来说 更加吸引的 就是说通过他哥哥留下的位置 可以有机会在当时的殖民地军队里面 担任更加好或者更加重要的角色 是的 当时华盛顿还没有丹麦军队之前 我们要说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英法的战争 为什么会爆发呢 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背景 因为法国人也都开始向美洲进军 开玩这个殖民地 当然美洲的地方很大 大到你不可以说一两个国家 派少数人可以全部占领 所以中间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活动 而在1749年的时候 英国政府 就是伦敦的英国当局 据说就用几百英镑去买一幅很大的土地 甚至买一幅大土地 是可以比现在我们所谓香港大几十倍的土地都可以买到 于是乎跟印第安人搞一些东西 我们的採用 适当我们的伦敦 给大家就是 民主的 在共有民主的 和民主的 之后 我也在具有民主的 所以在国家强人找到 我们的产生 然后 然后 又執行這個聖旨的理據 於是組織一些軍隊 來向俄亥俄進軍 而喬治華盛頓 就加入了殖民地的武裝軍隊 成為了殖民地的軍人的其中一員 因為他哥哥的身份地位 他得以在軍隊有機會可以施展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之前做測量員的成果 是受人認受的 而且他是正式的受殖民地州的政府 當時頒發的正式的測量員 既然他懂得測量 那就對了 當時英軍的一些前哨的偵測任務 就交給華盛頓去處理 而偵測的結果之後 他們就在一個決定雙方責任去準備 而華盛頓一開始 就在一些遭遇戰 和印第安人的交涉上 都有佔了上風 不過在整體面貌 在殖民地兩邊的軍隊的部署上 法軍很明顯是比較有準備的 就是說整體配置的數量 整體軍隊的安排 和他們所做的堡壘的數量 都是比當時的英軍比較多些的 我們說今時今日在外國谷地 就是當時華盛頓的軍隊 他們就起了一個防禦工事 有些東西就譯作困府簿 有些東西譯作必須簿 就是當時在那裡住宅 但是很可惜 就是當時的法軍的特集之下 就是華盛頓他們的軍隊是輸了 以及華盛頓是被俘虜的 而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說第一場是打輸的 不單止是這樣 而這位華盛頓的 當時的這位小師匯軍人的結果 就被寫為一個的文書 就證明了 其實是英軍首先挑釁的 這個就不得了了 因為傳到歐洲之後 法國就以此為借口 就說給英國 你們先打的 你們先打的 然後就是我們說 所謂的英法在北美的戰爭 牽涉到後來就是英法七年戰爭 這個很神奇的起點 其實正正就是這位華盛頓的 這個英法戰爭就開始醞釀爆發 然後英國人有一個策略 有什麼辦法呢 他就封鎖法國的所謂出海的港口 因為英倫海峽 所以封鎖了港口 讓法國的支援的船隻 不可以這麼容易橫過大西洋 去支援這個北美洲的法軍 令到法國這個殖民地的軍隊 北美洲的法軍是陷入困境 因為那個支援少了 盤了槍械 兵員 也都難以及時地進入這個北美洲支援 所以在這個打了七年的英法殖民地戰爭裡面 法國就逐漸陷入困境 而這個北美洲的英國人 逐漸取得上風 所以就在紀元的苦戰 這個華盛頓逐漸 就由一個普通的軍官 變成了一個 福吉尼亞軍團的一個所謂的指揮官 裡面手下就有兩個部隊 每個大概一千人 手下的管轄就是兩千人左右 甚至在一些戰役裡面取得成果 例如打匹茲堡 打幾個的法國城堡裡面 都逐漸將這個法軍打敗 逐漸完成了 這個所謂修復 俄亥亥的土地的一個所謂任務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這個華盛頓來講 也都是一個很大的歷練 在軍隊裡面逐漸取得優勢 而另一方面 華盛頓有個願望 它可以加入正式的英軍 因為它是英國人 所以但是在殖民地的體制下 英國的軍隊其實對殖民地出身的人 並不是太信任 所以英軍是很難加入的 因為英軍都是由英國派去的 英國派去的總督 對殖民地的軍人感到疑慮 因此華盛頓雖然打了很多勝仗 但是都進不了英國軍 所以後來也退役了 所以殖民地是否華盛頓上進的天花板擋住了呢 我們下一集可以跟大家說下去 好 下次繼續 好 再見 古今風雲還日蜜 香港電台文教祖製作 積極的有名店 敬虛的運用 捷旁 公开 歸 有名人 那 阿 在 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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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